Hello 歡迎來到今集的EURO20的24隊巡禮 主持陣容除了弟弟Garry 又有Patrick Patrick 終於F組了 終於捱到最後一組 但氣浴就在最後一組 因為有很多上屆決賽戲碼 曾經拿過世界盃冠軍 也有出過50年代球王 這組算是死亡之組 這組絕對是死亡之組 如果你比其他有那麼多阻礁隊的話 這組算是實力 近期有一個組合的演唱會很盛行 一非難求 然後很多人就會問 會不會是誰的粉絲多 有12個嘛 我們之前的組當是每一隊的粉絲 之前那組的分布也挺極端的 荷蘭的那些就很多 但是北馬其頓 剛剛認識他而已 對 我說不是他們國民那些 只不過是世界上來說 國際性的 overall 就算英格蘭那邊也是壓倒 蘇格蘭那邊也偏向英格蘭那些 但是這一組是三頭馬車 如果放到那個演唱會那裡 那些球迷分三區應該很平均 對 真的 剛才提過有些擂台等 上屆冠軍 世界杯冠軍 上屆的世界杯冠軍 哇 實力有平均 粉絲有平均 注目度就爆燈 是過一隊五十年代的勁女就算了 總要有個陪跑的 可能就是 他不幸運了 真的是做炮灰的 他們就預料了 所以這一組 壓軸就適合了 F組 那你會說哪兩隊呢 今天就是會說德國和匈牙利 這兩個國家 大家如果熟讀西史的話 W.W.I. 即是淵源甚趕的 就算二戰之後變成東西德的話 那時候大家想想 四五十年代的匈牙利是一支強隊來的 普斯卡斯 是世界強隊來的 那時候西德怎樣挖起呢 就是五四年世界杯 撤下你匈牙利 被一致汗淡之後反勝匈牙利 就是成為世界冠軍之後 開始挖起了 西德 即是叫復興 足球 所以原來除了歷史上有淵源 戰事之外呢 足球的歷史 足球戰場也是的 原來德國除了和奧地利有淵源之外 原來西德和匈牙利都有淵源 不過算了 德國你知道歷史的話 和附近有誰沒有牙齒刃呢 那倒是 不過說到西德 我想真的興起的時候 應該是去到碧根巴華那個年代 是的 六七十年代 就開始更加多人去 受擁護的程度更多 但是匈牙利自從球王普斯卡斯 退下來之後 之後就好像沒什麼人接棒 即是由一線變成二線 起碼沒有球星傳送至今 然後自從86年世界盃開始之後 就一直決定歐盃大賽 一直去到16年的歐國盃 才回來 沒錯 不過我們今天特別一點 我們先講德國 因為既然這麼多朋友 一流聽開我們 我們有信心你不會聽完德國之後交叉的 喂 自己優來的嘛 PATCHIC 德國14年世界盃 拿了冠軍之後 然後18年世界盃令大家很失望 到現在歐洲國家盃21 又隔了三年 說一點點 再前一點就是 德國大家記得就是 那時候是自從90年代尾 即是他在98年世界盃 八強慘敗於黑羅地亞腳下 那場是0比3 提連市民就立即退休了 那一年的德國 你知道那個陣容已經是 基本上是腦袋相殘 對著那一隊如日方中的黑羅地亞 被人趕回頭 那時候就開始 很多呼聲就覺得 喂 這個國家的足球是不是要改革了 再經歷了00年的歐國盃 嘩 又是慘不忍道 那時候他在歐洲那一組 他 英格蘭 葡萄牙和羅馬尼亞 最初被人看好的就是 跟英格蘭奸手出線 頂多可能就會覺得 會不會 葡萄牙會是有什麼 就是黃金一代的 但是永遠 當時葡萄牙 黃金一代之餘就是 永遠在世界盃進不了 大賽好像歐國盃就算是 都雷星大雨點少 德國永遠都是 還有就是一到大賽 另外呢 老鬼球 計數 計清楚你 輸了一場無所謂的 德國 出了名字 你剛才說的老鬼球 那時候的葡萄牙 雖然說黃金一代 但是很不平均的 問題是國際大賽經驗不豐富 是的 英格蘭那時候有什麼 舒利亞 奧運 碧霞 士高斯那些 剛剛那個時候 沒多久前 曼聯才三冠王 那個班底的主力 就是國家隊的主力 是的 那你那時候就會覺得 德國和英雅人歸雙出線 誰知道 英雅人出不了線 也算了 德國更差 包艇出局 還要是和得一場 是的 還有是很肉酸地出局 沒有記錯 好了 接著就 真是痛定思痛 就要開始改革 由清分那裡開始改革了 雖然2002年 拿了世界盃亞軍 但是我之前大家有看過節目 也說過 那一隊球 連我爸爸也說 看五內幫 是最糟糕的德國 真的 真的 賺卡 哪有上了大桌 是的 那時候的紐維尼更好 高路斯的武器 後衛那些 什麼連機 很一般 真的很一般 真的打一個檢尼 和中場 玻利克 沒錯 2004年的歐洲國家盃 就馬上反映了這件事 2004年的歐洲國家盃 其實 反而那時候 可能對德國 沒有這麼大的期望 因為 那時候是一個重組階段 即是2002年的 那你要培養新秀 你不會這麼快有的 2004年 是過渡形式 雖然那時候 但是其實 德國 都是失望的 因為它是一場不勝的 你對著荷蘭 贏不了宿敵 但是都打王 OK 但是第二場 對著拉脫維亞 這隊 是余濫 雖然那時候 在賽事 擺明首領的防範 前面擺過華帕 道夫斯基 華帕 就是紅了 但是問題 你德國的質素 應該都可以攻破 不是我零比零和 最後一場 輸給捷克 是半力出擊的捷克 然後出局 那一屆 大家要記得 入球能力這麼低 就是古蘭爾掛稅 是很精彩的中鋒 和年輕時期的馬利 很高尾斯 真的有得揮 那時候 古蘭爾已經是 國內匕首 看好 沒有 因為沒有人 對 又沒有了 還有一個 但是沒有起了一個新星 好像那時候 未夠二十歲的普道斯基 還有另一個新星 就是後面的 剛剛二十一歲的 娜姆 就是打起了這兩個 想不到 那時候普道斯基還要打得越 還有科龍得越 那時候 然後就說 嘻嘻嘻嘻嘻嘻 竟然 就是 也交到貨 但是都是一個 好像 未到修成期的 德國 仍然都有轉型之中 但是我想 真的彈起那一下 真的到了06世界盃 已經這麼說 2004年的歐國盃之後 又聘請了誰來教 2004年之後 就是聘請了奇練士文 奇哥 奇哥之前是沒有教過過 那時候很多人是質疑的 喂 你不是又是一個國家隊 名宿光環 就是 那時候沒有這件事 什麼名宿光不光環 主要是覺得 你踢球厲害 但是你還沒教過球 特別得過多什麼 老屁股 不關事那些出來發聲 碧筋包一定會發聲 他的襯家馬圖斯 又出來抽水 然後很多不同的人 什麼露鳴離家 那些又會出聲 好了 奇哥 是怎樣 奇哥 說明 這對國家隊 需要活力 需要主動一點 以前德國 是老謀心算 計算 稀 逐一點說一句 一個字 悶 沒錯 真的很悶 機動其實就是悶 真的很悶 以前喜歡德國的朋友 我們都說悶 真的很悶 真的很悶 其實現在都 近年的娛樂星 雖然說好了 不過也不是高了很多 最好的時候 真的是奇哥那段時間最好 因為奇哥真的打了開放式的足球 進攻式的 反而有一點點我會覺得忽略了以前德國最在重的防守 他那時候防守真的一般的 他還用了梅斯達 還有梅迪薩卡 梅迪薩卡夠高 但是轉身慢 梅斯達其實是很全面的 但可惜他傷得多 傷到基本上一季踢到十場球已經算好 但是奇哥有一點就是 他真的重用年輕球員 拿武得到重用 就是零四國歐一冒起之後 拿武 普道斯基那些主力 然後他再用那些 波力克會做重心 之後旁邊那些 之前都是邊緣人的分靈絲 那些什麼 費特列治 就算是前面高路斯也是重心 孫尼達這些 他會很重用的 希斯貝加也很棒 是啊 整個秋 那時候就是奇林市民提攜出來 即是他不重視你名氣 他就覺得你有潛質有狀態 我就會選你進去 即是去到04至06 這段就是一個轉型期 即是連踢法都扭轉了 以前德國真的被人武器沉沉 那時候我最記得 那些人經常說 例如巴西 甚至意大利 第一次投給國家隊 可能18歲 20歲 已經是第一張Camp 可能23至4歲 就當主力 德國分分鐘28歲 才是第一次入選國家隊 正理美斯 什麼泰納特 那些什麼泰納特 真的二十多元才入選 真的 即是他們的國家文化 好了 之後就是 奇哥 2006年 那個世界盃 就是主辦國 就是 踢進去是貴軍 貴軍 被人覺得 雖然拿不到冠軍 但是 沒有了以前那種死氣沉沉 很有活力 很有生氣 甚至乎 比起 那一屆 進入亞軍 法國 更加壞 即是 他起碼叫做 哇 這隊德國 比人家有希望 對當年的冠軍 意大利 就是打到嘉時臨尾 那段時間 也是輸派路的直線 格羅帥 寫得漂亮 大家的印象開始有些改變 然後 奇哥在世界盃之後 就要退 急流勇退 那他給了誰 給了他的副手 就上來了 他副手是誰 哎呀 路維 就是這個主角 金層的主角 這樣之後再這樣 再問一下 哈哈哈哈 啊 路維 跟奇哥做他的副手 然後吸收了日月精華 嚴格來說 很多人都會覺得這樣 但是其實路維 在那時候 其實很多人現在說回來 有些人說回來 就是那時候 他才是真正的 幕後的 大腦 你不能說是拿人 奇哥是負責簽名 那個 真正做的就是 路維打我 有些人說 奇哥說 看完之後 嗯 OK 簽名 就是他 那就是他出了 對 老實說 奇連市民 往後 我們看 現在 今時今日看回 他無論是教班 也沒有尼克 以及教美國隊 教美國隊叫做好一點點 或者之後回來 教哈法柏林 也是跟高層不和 很快就走了 原來他真的是 拿正的碎印 給他多些東西 就不行了 就不行了 太有性格了 就是他起碼 首先他跟高層磨合不了 因為他太習慣了 但都闊苦了 你這麼多 美國那些就可以給你 因為美國去 我不認識 那我給你 拜人 你對上那三頭馬車 你得罪其中一個 你都死了 為甚麼開刀 我們有一個企業 不需要企業醫生 那個人在這裏很久了 你想想 你未進來 他已經在這裏 阻礙了很久了 你為甚麼動他 真的 OK 所以跟著 路維 路維上位 上了之後 每個人都想 這個副手 又被他踢倒 還要延續到更好的成績 08歐國盃 決賽 緊輸給西班牙 接著 10年世界盃 四強 拿了貴軍 貴軍又是貴軍 四強 是貴軍 貴軍 12年歐國盃 四強 輸給巴臣 對 接著 14年世界盃 大家會覺得 嘩 經過了這麼多屆 是不是時候 應該要有些東西呢 那路維也是 繼續重用 那班底 其實一成年世界盃 大家看看那班底 雖然已經很多人不同了 但是 有些位置 其實某程度 都是奇哥 那時候 在2006年的時候 一直演變下來的 譬如有一個 肯定有一個小豬 是 寶道司機 在那裏 高路斯 雖然高路斯 已經變成了後備殺手 但是其實某程度 就算取代他的人 那些人 那些位置 其實那套踢法 都是跟2006年有所的 吻合 有些互相呼應 我想在2014年的德國隊 除了奇哥 帶來的班底 還有剛好那班人 是很出奇地 在世界盃選的那班人 是比他們在球會的成就更加高 顛峰時期 可以說 真的剛好得不少 高路斯 高路斯 那時候 拜仁已經是後備 甚至是秘方希 已經接近 好道司機也是 沒有運行的了 但是高路斯機也破了大哨 那個記錄 就是一世世界盃 大哨八世 就是在巴西那場 真的 好了 瑪利歐哥斯 你想一下今時今日 想一下 剛好得這麼巧 那時候是最厲害的 但是那場戲 剛剛過了白仁 其實也是不好的 被人罵 為什麼過了白仁 比在多汶七 那麼遠 是呀 是呀 水貨 又剛好也是他做事 就算什麼舒爾利 這個也是 那時候好像已經去了車仔 應該是世界盃之後才去車仔 是呀 前後日子 然後去到車仔 不行呀 水貨 就算是湯馬斯梅娜 在拜仁國的時候 雖然已經是正選 但是沒有那麼Sharp 但是國家隊都好像完全不同了 哥斯萊斯也是 是呀 哥斯萊斯 不提你也不記得 這個 你在多蒙特 老實說 真是左攝右攝 雖然很多時候都左攝右攝 但是攝出他的未來 這個你真是超級奇葩 打完德國這個世界盃之後 嘩 雙完一輪之後 嘩 嘩 阿托魯你多低水平 各位聯賽 超級奇葩 哥斯萊斯 等等這群球員 你會覺得 嘩 路維是不是用人用得這麼厲害 其實這件事 我不知道現在馬後炮 會不會因為這樣 搞到他真的以為自己用人用得很厲害 某程度上偏了一個固執的位置 成功過 對 特別是成功過 風光過 又沒有跟過時代去轉變的話 就很留戀以前成功的日子 就覺得 這套是我開創出來的戰術 開創出來的思維 大家跟著這條方法就可以成功了 所以就 一六內之後 但是一四小的杯之後 就算一六的歐國杯 都是入了四強 但是四強出局 大家會 都會覺得 都很正常 說不定法國都不是太差的事 有些老將 那時候馬里有高尾斯 對 今天17年的周濟郭加杯 用他二隊 厲害 厲害 真的厲害 那些二隊 你用那些什麼 哥利斯卡 那些什麼 尤尼斯 那些 那些 完全你那時候 是未上位的 那些 就算你說那些 堅達 那些 可以 還要好像 無敵姿態 贏了冠軍回來 好嗎 好嗎 還要那時候 周濟郭加杯以外 U21 沒有機會 對 U21也有 對 都贏了 那時候我不肯定是 U21歐洲郭加杯還是 U21的世界杯 不是 U21歐國杯 很厲害 那一陣子 大家看到德國隊 很棒 看來可以衛免世界杯冠軍 起碼就說 兩隊梯隊 同時間被你選擇 那些兵 那時候已經 又沒有奧銷 又沒有那些 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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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M在二隊 未上位 TM在二隊 就是周濟郭一杯 那段時間 不是 TM 那時候說了 我以為是TM雲雅 TM雲雅就是二隊 沒有TM 那樣 紐蟹也不在那裡 如果進了那些 那些還中得了 沒有記錯 好像是蘭盧手籠 應該是 好像是 好像是蘭盧 不是很記得 anyway 那些是我的級數 然後到一百世界杯 包括很多人 包括我自己在內 我都覺得 大熱門這隊 你找不到破綻 那時候 就算是之前的賽事 小時候開始之前 無論是熱身賽 熱身賽 其實德國 不著重熱身賽 老爲常是 擺明是私陣的 他可以輸給瑞典 甚至乎是 逼和瑞士 匈牙利 很像 剛剛這個星期 哥迪奧拿 打車陣 打車陣 我怕被人 在求探之道中 有什麼虛實 是啊 所以試一下 又試一下 李老神 試一下 什麼默斯 複選 試一下 所以那時候 就算有熱身賽 成績一般 沒有人會 著重在正式賽事 外圍賽 那些 無敵姿態 沒有破綻可疑 很難不成為大熱門 是啊 第一場分招賽 對著墨西哥 以前墨西哥也是私家雞 對他來說 最厲害的就是16強 每次都是 就算你世界杯對著 德國也是在死 死多於什麼 不是 一個突擊搞不定 人家跟你玩防犯 對 一個防犯 原來防犯搞不定 那個什麼拿欽 這架MX踢 麥超 蒙特女踢 盧辛勞 就是 又是麥超 真的 然後就 不同 那些人開始就 不是的 有些人覺得 第一場是慢熱 德國也是慢熱 習慣了 對第二場 對瑞典 整個上半場聽什麼 還要被瑞典 又是一個突擊搞定 那個瑞典 我們上次說瑞典 也說過 那時候沒有伊巴的瑞典 是由於前年的廢 一樣 但是是一隊實際的 硬正的球隊 就是一個過頭球 一個突擊搞定你 然後 德國是攻 整個下半場攻 雖然追了1比1 但是一直攻 攻不入第二球 差點被瑞典搞到2比1 但是那邊不入 然後到保時階段 他奧斯那個真是神來之筆 超窄位 那個超窄位入球 那麼就2比1 然後過了 第三次對著 只有孫興敏的南韓 可以啦 又是施加雞 想著啦 又怎麼出事 聽到武力神器 原來以前的武器 尋尋得過 要回來 最後還要被南韓搞定 哎呀 扭亞出來扭掉 不過用得扭亞 都已經有這樣的一刻了 只不過出現在很不適當的時候 是啊 沒辦法啦 然後就 衛免身分 又包尾出局 哇 真是這個 100世界杯 直頭是 路維下台的壓力 是最巨大的 還要是 已經不知道是多少年 以來 第一次是分組再出局 嗯 再想想一下 路維已經教了12年 剛才是06世界杯 去到100世界杯 是中間12年了 是啊 大家都很賤地說 贏又贏過了 那現在呢 這次第二個大賽 你又輸了 就是100世界杯 那你是時候 退位釀然 但是又不是 退的 不是他 退的 是奧斯爾 奧斯爾 奧斯爾也是差不來的 表現真的差很遠 但是 你可以說他做了 代表局局員 一個頂了 路維繼續坐在那裡 這是德國祝宗的支持 我支持你 那接下來 一路如何呢 一路下去之後 就整個歐國聯 雖然你說 有包裝過友誼賽 但是很多人都會看著 德國應該要藉著這個比賽 重振洪峰 跟法國和荷蘭同組 對著那隊 歐國杯 進不了世界杯 荷蘭 死敵 有什麼人啊 只有VVD在後面 這些敵比 在萬年都證明 要輪到法甲 還有什麼 大人霸佈 你不要開玩笑 那期歐國杯 混合 EURO20的外圍賽 其實 想想一下 是不是贏輸 好像各國兩場 想想一下 好像差不多 不是 歐國聯沒有贏過 德國 只是歐國杯贏過 那一場 是啊 是啊 歐國聯那時候 他對於荷蘭是一和一副的 哦 這麼糟糕啊 原來荷蘭是騎著他 對賽的 荷蘭是因為騎著他 去復興的 哎呀 真是德國隊 德國和荷蘭是一向死敵 自從荷蘭和利卡特套口水之下 也不止 不是 自從 高魯夫和 74年的時候 70年代 是死敵 但是 你又說復興 搞不定 反而益了對面荷蘭 好了 接著就是 歐國聯他都包尾是一場不勝 對法國你又不行 是 好了 接著又怎樣呢 歐國外了 雖然出刀線 但是對荷蘭呢 作下他贏了荷蘭的 很精彩那場 是 但是主場他又輸給荷蘭 好像是3比2 是 好了 那就帶多葵手出線了 剛剛那個歐國聯 是 哇 他和什麼 沃蘭啊 西班牙 和瑞士同組 是 哇 精彩的賽事 一場精彩的賽事 對完西班牙 嚇西班牙 西班牙很差 現在又沒有什麼 沙圍啊 小白啊 我們上個禮拜才說完西班牙 又很輝湯 又很輝湯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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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比數是多少 嘩 6比0 6比0 哪裡是6 西班牙6 哈哈哈哈 慘了 德國好像六十年來第一次輸這麼大劑 嘩 究竟現在德國是有料還是沒有料的 現在他當這是外圍賽 還是當這是真正事的比賽 德國為什麼會這麼大劑呢 其實現在去到呢 他的防線趕起來 才是最糟糕的 雖然前面進球 我們一起講 都是有些問題的 但是他的防線 防線的防守 已經不是說龍門用誰的事 龍門用紐雅 現在發現 其實是最正常的 是這麼多人來說最好的 只不過 他的後防 記不記得 在那時候應該不是世界杯 是歐國聯之後 他不是很型 很瀟灑地說 我們不用老將 有三個不用 我們有改革 但是其中兩個是後防主力 是的 那條防線的主力 基本上是正選中堅 那一隊是 他一次過說不用 其中一個不用 我也覺得合理 但是其實有一個 是更有力 是可以用的 是的 在講的是邪魯美保定 和侯武斯 是的 邪魯美保定不用 我想大家都 我覺得OK的 沒有什麼異議 但是侯武斯 尤其是回到多蒙特 離開八人 回到多蒙特之後 做回指揮官的角色 是 大家如果有印象記得的話 就是上一年的 德國的國家打比 哇 又是打到八面玲瓏 他適合踢 是啊 其實侯武斯 一向都是順順的 不過 你給他一些控球 指揮的工作 他絕對在德國裡面稱職 還有你找一個年輕一點 靈活一點 在他旁邊幫他包球 不是包球 幫他殺球做包球 是OK的 是的 好啦 那條後防這樣 之後你剩下中堅用什麼呢 還有蘇利 堅達 還有什麼 PSU的 基拿 基拿 有試過 有一個是史達克 有一個是 那些什麼 莊娜分達亞 列斯 亞比爾沙 那個帥哥 阿高治 等等 很多 很多 但是沒有一個 真的適合心水 沒有一個 我猜蘇利 蘇利 但是可惜呢 蘇利去年 他很幸運 延遲了 如果不是去年 他還會死得快 是的 但是 很難搞 真的難搞 路維不是沒有試過變 大家都說路維不肯變 其實不是沒有試過變 他應該是歐國聯的時候 歐國盃後段 歐國聯開始的時候 應該是100世界盃之後 因為他開始也不肯變 他之後會逐漸變 逐漸變 曾經用過三中堅 但是三中堅 又不是很好 可惜就是 為什麼 首先 他的三中堅 他通常用堅達 蘇利 甚至把安利盃拉下來 好了 但是問題 到防中不夠力了 哎呀 哇 德國的防中不夠力 不是吧 其中一個中場叫卻浩斯 是 這個養生球的大師 是 他怎麼會和你追球呢 一向都是這樣踢的 他一向是坐地炮來的 是 和你設定炮台 你不會和他打得像簡敵那樣 然後他怎樣 他另外一個是 他把甘美哲放上中場 其實甘美哲反過來 他又不是那些和你到處破球的人 都其實是的 只是兩個比較之下 他的活動範圍就比教師好 還有 甘美哲 我想他最灑架的位置 應該要去右閘 他也是 他打中場 比較沒有右邊那麼出色 平庸一點 做到的事情不多 是的 反而你說 安利簡推了他的位置 都還可以頂到 是 安利簡另一個問題 他自己的缺點 他自己漏閘 是的 但是功能上就是這樣 好了 你不夠力 前面不夠力 你的三中堅很厲害 就算是 那三個也不平時 不是踢慣三中堅的人 那怎麼辦呢 這樣怎麼辦呢 好了 現在就是 當你的配合不行的時候 你對著對手的 真的可能 打個防板 一個直線湯 很多時候 因為分工又不清晰 有些球員又轉身慢 對著老鼠仔 你就死定了 你剛才說的 就是西班牙集 好像你身很慢 是的 好了 後防又不行 中場又好像一般人才 還有最慘的是 你沒有了曉武斯 就沒有了指揮 真的沒有了大哥的防線 蘇利不是做指揮的 堅達更加不是 這個也是 安利簡一個串演中堅 從來都不是一個合格的中堅 甚至他都不是後衛的中場 對 那你整個防線 難道就是靠柳亞和你領導嗎 那怎麼辦呢 柳亞就是會罵人的 輸了球是不是失了球 總之找一個人罵他 這樣吧 柳亞的反應都可以的 不是啊 我說他反應不是 他的能力沒有問題 但我發覺之後 通常我看 失了球 我看他第一時間 看他的反應 一定會找一個人罵他 不知道為什麼 這麼像我們 他兩件事 一是找人罵 一是舉手 是不是都舉手 找了東西罵 不是這樣說的 說笑而已 扭一下 還是世界其中一個頂級的門將 因為你現在的防線 你真的沒有一個 真是可以叫做 夠級數的中堅 我想整條防線 都不能夠給人信心 應該這樣說 有時候你可能說 其實安利簡 那時候三中堅 那時候 路維也不太喜歡用 魯迪加 其實魯迪加是適合用的 魯迪加自己在球會 不是常常有正選 現在在車路士也是 所以可能是考慮這件事 不過就算他有正選 那一陣子路維也不太喜歡用 還有另一個問題就是 這三個中堅 就算我把路維也放在那裡 或者我剛才數了那些中堅 其實當中真的沒有誰 用的那些球用得好 對呀 沒有核武斯就沒有了 沒有核武斯 就算你沒有了 謝魯迪寶定 兩個都是 放場傳沒有的 這班 那些場傳不准的 但你又要在後場那裡 傳球上去 那你永遠就是 那些人想上去接應場傳 你要傳室的球 被人打反擊 所以為什麼這麼多反擊輸 就是這樣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養生哥 這些又幫不了手 插個球出來 所以這三中堅 最近 他不是在小球球賽 主場輸了給北馬其頓 那場就是用了三中堅 那場就是用了三中堅 反而他之前贏的兩場 就是用四後位 吼 吼 但是這樣 對馬其頓那場 輸球是否跟三中堅 還是跟前鋒 那當然 那你永遠失球 你後衛 都是有你的責任 沒錯 那場是輸一比二 是啊 哇 德國國家隊 後防 今時今日 連後武師 謝龍美保定都沒有 剛才說過指揮官 一般 防中的保護力 好像不是很足夠 那前線方面又怎樣 前線又搞笑了 好啦 前線 那你現在前面 那又用球員 即是現在你三四三 那一對翼衛都很看重 那你通常右邊 譬如你那些什麼 什麼什麼 高斯達文 那些高斯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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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你說左邊 有時候用那些高薪斯 那些等等 或者高斯達文 舒猶斯 或者高斯達文 那個阿斯頓寶 那些球員 但是那些又是勤力有餘 但是總是在創造力不足 那好啦 那你前面三個做吧 好 但是前面三個呢 快就夠快 進不了球 這麼大 有些很有卡士 天武雲娜 我打算說 來斯 來斯 也是那句 一年他可以踢到七成以上的比賽 已經算很好了 真的 但是還有一隻翼 拜仁上屆拿歐聯 格納比 對 這個都揹了票 格納比是OK的 難道你下單天保子尊嗎 慘是格納比單天保子尊 譬如新尼 新尼他今年去了拜仁 但是又是 那一隻踢法好像又不是很適合 還有他就算傷完出來之後 好像爆炸力 爆發力 還未上回到他傷之前的位置 哎呀 慘了 難怪哥力奧羅漢不要他了 或者他很想回去拜仁 其實他的心都不想留在萬城 你開始看到 有點特別 他的心不想留在萬城 很奇怪 德國球員 即是西班牙球員 永遠最想去什麼 因為黃巴 是 德國球員最想去拜 是呀 一樣的 是呀 那有些在這個死亡之組裡 德國國家隊 或者那個陣容 雖然剛才他罵了 通常 既然這麼失敗 我暫時姑且 就覺得路維可能會先排回433 起碼有些把握 至少就是 盧門就一定是紐瓦 你這麼說 達斯利根不用想 達斯利根 你真的證明不到自己 是有力去掌握紐瓦 即是那些德國那些 很塵壓式那些 機會是給你了 你自己把握不了 但其實機會 就不是給了很多次 紐瓦 紐瓦也是正路的 世界其中一個最頂級的門商 到現在這個年紀 還可以保持到 而且他配合到 路維的戰術 防線推前 壓迫性踢 當你現在路維 這麼想踢回拜仁那一套 一定會去重用拜仁的球員 剛才說漏了一件事 為什麼你說這段時間差不多 其實當年 奇連市民的成功 就是因為有一個路維的文膽 用文膽去形容很多師爺 而路維的成功 其實有另一個師爺 廢力克 這個真是 但廢力克大家都知道 他的路維後怎樣 去了拜仁 就是這樣 這個廢力克真的很奇怪 突然之間平地一聲雷 很低調 原來有料到 有料到 令拜仁可以壓倒性的 贏了歐聯冠軍 這個歐聯冠軍 這個應該是 今年是201 是20年的 對 是20年的歐聯冠軍 哇 即是現在傳到 大支野都跟拜仁不和 舊薑和三巨頭反面 有多少個 好像烏鴉那樣反胎 不談就不要談 是啊 他差了沒單月飛軒 在記者會上不談就不要談 是啊 我就走硬了 厲害 真的 這個真是 跟當年的盧維 那個出身相當相似 是啊 所以你說盧維一沒了 其實真的差很遠 嗯 是啊 好啦 那你現在想想 好了 四個後防 右閘的話 似乎應該都是高斯達文 也是 以近期的重用 是 這個RB來比石 沒錯 他的體能不錯 也是比較大隻 比較橫 有些身形 大助攻力都可以 也是穩穩陣陣 左閘位 左閘位 我看到路維很有趣 其實有很多 但是 我認為高薪斯 真的是逆位 絕對是 等於是那些 車路士馬高斯阿朗素 踢前一架就行 踢後一架就麻煩了 他的球會那些逆位 全部回國打雜也很一般 是啊 他的球會那些是不要雜 要逆位而已 高薪斯 細人防線左閘 舒猴斯球會 又沒有正選 在球會 舒猴斯 入選都已經被人罵 你 為何專選 這些在球會 都沒有正選的人 沒有狀態的 對 所以 到為 之前 在這個世界杯外 那時候 用一個舉動 用安利檢 去打去左閘 對了 你不是打算 接下來的預計正選 陣容的左閘 都是安利檢 但最近期的話 阿陳 阿陳仔 阿陳打左閘 他出高薪斯那一場 對北馬 輸了 以路為的世界 分分鐘就真的 阿陳仔你繼續吧 阿陳都左閘 他之前歐國聯 對西班牌輸獲金的時候 做了菲勒斯 這個不懂防守 這樣就太嚴重了 這個只是出球 其實我經常覺得 除非夏斯頓堡 他好像不太喜歡用 夏斯頓堡就 在RB有時候是三中堅 左中堅 有時候是左閘 有時候是左翼衛 但他的卡士肯定不是最頂級 不過又叫了領導力 是隊長 其實左閘這個位 德國也挺失修的 唉 我聽到阿陳仔 我也是 左閘試一下阿陳仔 沒事的 馬高斯路蘭迪也有閘 有問題 阿陳打左閘有什麼不好 自己推上來 不行 阿陳剛才說的漏集就是 喜歡自己腦推 自己推入中間寫 中堅一對 蘇利 蘇利好起來基本上是鐵膽 另外他的拍檔 其實就好像很多人 如果西靖的話 基本上就是堅達和魯迪加之爭 近期的狀態 我看到路維都開始有時都會用一下 我覺得魯迪加也有機會是上來的 當然 歐聯決賽也有分爭 你計算球會卡斯龍踢的比賽的級數 正常 當然是魯迪加 是啊 正常 中場 中場就有三個中場 你說卻奧斯坐地炮一定有 應該是偏左一點 另外那兩個呢 右邊呢 當然要有一個走地炮的 只有一個 過你私家 肯定是他 要跟動人 走前走後走左走的全部都是他的 是啊 還有一個就是 剩下一個金尾池 怎麼可以不用呢 是啊 你不放他右閘就放這個位置 是啊 防守中場鬥著 這個中場線其實 要控球有控球 要走要走 是啊 要機動也有機動 是啊 其實不錯 應該是正常的 如果他願意這樣放 是啊 如果他願意這樣放的話 正路也是這樣放的 好啦 前面三個 只要看了歐國聯 還有歐國小杯外的話 我很有興趣 我很有興趣 那個人放哪裏 右邊 先說右邊 右邊應該是新來的 是啊 OK 因為其實他屎奧克出來 是先打右翼 我也覺得右翼是合理的 左邊呢 德國歐維倫 對 幸好你放左邊 有幾斤你放在中間 哈哈 哈哈 真的 放中間我當然不能入球 他可能想放中間 但是見了金貴的車仔 算了 還是左邊適合你 謝謝你啊 杜曹 大家都是德國人 謝謝你啊 都要給林柏特的 因為林柏特做了一個錯誤的事 是啊 真的 中鋒呢 中鋒是誰 中鋒是用假狗的了 中鋒是用假狗的 這樣放嗎 是啊 他有試過這樣放的 右邊新來 左邊 中鋒是用假狗的 中鋒是用假狗的 所以為什麼他前面的入球問題 是缺乏一個真是純謝手的人 真的有些特別 如果他的前線這樣排的話 雖然是一個中鋒 但是我想大家近來看 其實在車道市 反而夏培斯比他還中鋒 是啊 走動 但他走動 我們一直都贊重 格拉比打偽中鋒 也沒有不行 因為格拉比其實也活躍 也有試過 拿了信心 那時候我記得是歐國杯外圍賽 所以他試過打假狗的 前面的 是啊 他對荷蘭就試過爆雲迪克 對 新來打右邊 可能 重操故業 也叫做重操故業 其實大家可能聽到 有沒有格局這樣放 你有看過德國最近 比如歐國聯 或者是世界盆外圍賽 放就這樣放 但他們三個經常走位 互相走位 到落到場的時候 可能有時候看到 新來又去了左邊 天武雲拿 為何又去到中間位 格拉比又拉到邊 是的 他們經常是這樣玩的 那就難記了 是啊 要地坡就地坡 要走位就走位 理論上就好像 有長有短 不過我相信德國球迷 就會說 前面出誰都好 你不要出什麼達斯拿 達斯拿 現在巴黎聖日門都 但是路維很喜歡用他 其實達斯拿是一六的 歐洲國家盃上位 是的 之前上一屆 其實就 當初就在德國國家隊的 中場的盤流能力 以及中場的比步能力 是很好的 但是我想現在 去到巴黎聖日門 這麼少出場機會 還有你去到PSG的話 前面那些麥巴黎聖日門 你拍完真的不夠班 是的 你看到達斯拿 很少是自己 一個人去主打一場戰局 吃精神後不入體 後不入體 不知道他做了什麼 就算入球 你都覺得麥巴黎聖日門 都不關你自己的 對 你最後一腳 就是那樣 所以達斯拿的影響力 小了很多 跟他當初出來 明日之星 真的差很遠 沒錯 可能過早去了大會 是的 好了 這樣擺放的德國國家隊 聽說是 路維的最後一屆大賽 是的 因為路維在早前已經宣布 其實也不是他自己宣布 是德國足中宣布 路維就會離隊 這麼慘 德國足中宣布 即是他就 達成協議 話表明 被辭職 好像是被 之前發了Whatsapp 你肯不肯 你不肯 我就在記者會說你被辭職 你肯吧 你說肯的 那我們達成協議 疑似 切雞對白 對啦 最後一屆大賽 在死亡之組 德國國家隊可不可以來個 鯉魚翻身 這一組 有法國有葡萄牙 還有一對Hungary 匈牙利 他對Hungary是正常的 應該可以的 是正常 他對東歐球隊 應該有隔食隔鏡 理論上是 但對法國真的仍然擔心 我覺得他對葡萄牙 也不至於什麼 第一場是對哪裏 如果是德國國家隊的話 第一場是先對葡萄牙 就是先對葡萄牙 對 然後 抱歉 第一場應該是先對法國 跟著葡萄牙 第三就是Hungary 我覺得他對法國正在死 不要說在死 應該會很大機會死 對法國的話 因為對面有些超高質素 因為法國真的怎樣排都行 每個位置都多於一個 是 你德國對著他 你現在是德國 最慘的是德國 現在可以用的人 就算有留意德甲的話 好像很多人 但其實真正可以用到 舊班的人 不多 對 好了 你說不是 千多年代開出很多新星 但有沒有發覺 其實現在德國近期出的 所謂新星已經失修了很久 真的接到班的人很少 我想格納比是一個異數 其實本身也沒有 對 突然之間回去 河昏涵牛彈都回來了 這是新的異數 這是新的異數 而且德國 雖然德甲 雖然很有活力 很有活力 但是現在德甲 大家再留意一下 很多所謂的年輕新星 是來自什麼 法國 英格蘭 還有一些是東歐國家 你說德甲聯賽的新星 對呀 奧地利 匈牙利 都未到德國 又出現斷層 這個年輕的 沒辦法 又是那些 你那些 那你那些 左膠要大統一 大世界 那你歐盟世界 這樣來到 那都是新星 照培養的時候 那糟了 立起來 你又代表自己國家 是啊 你不入籍德國 你不入籍德國 你又不能說他 對呀 你不入籍大世界 又是你左膠的 這樣就慘了 真的是 德國國家隊 聽你這樣說 好像出線都有點敏敏 直接出線都敏敏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的那一場 就是對葡萄牙那一場 對葡萄牙 但是葡萄牙 我們可能之後會講到 葡萄牙的實力都 真的很不錯 不錯的 而且很多是近這兩年才彈起 他上一屆那些 連拿道山齊士 錯誤地以為是有潛質 對呀 誰知道是來的 沒用 當年他一百世界盃 捧那一群 現在全部都上位 在球會那裏 你想想 葡萄牙已經是對 斯朗的依賴性的逐漸 已經減少了 是球員自動對斯朗的依賴性 逐漸減少 是不一定交給他 是的 而斯朗也落於這件事 這件事 這件事才重要 真是交棒 所以你說德國現在對著葡萄牙 你不要打算 只要記住一個斯朗的依賴性 所以都有點黏黏 聽你這麼說 真的有點牙煙 我覺得對著葡萄牙最多和 嗯 直接出線就 我想可能你說欠第三名 都可以的 欠最佳第三名 看看他可不可以大炒空牙利 而且對著葡萄牙不輸了 不要緊 德國人這麼喜歡走線 哈哈哈哈 現在的歐洲國家盃 很難說 他出了線 走到說怎麼走 這隊又不知道哪隊 左交隊 但是突然很厲害 德國國家隊似乎聽到有點暗勇 人才那方面 還不算凋零 不過好像有點不夠力 不過這麼說 德國從來都是一隊機動的球隊 個人的特色不會太過影響對方 而且德國很有趣 你每逢在大賽 他越被人看死的話 他又不知怎麼摸摸摸摸 咦 能不能進四強了 那些來的 是啊 真的 他怎樣去 踢出一些整體的足球 機動的足球 可能踢過那套球不好看 真的純粹很功利 但是他為了出線 真的可以 幾難看的場面都可以 看看盧維可不可以在最後大賽 放下自己的包袱 真的 好 德國國家隊 留意一下他們 會不會出線 真的這麼有難度 好 接著第二隊 德國之後 就說一下 這組最弱的一隊 堪稱是最弱 這一隊就是匈牙利 匈牙利 剛剛也提過 其實匈牙利 大家認識的 如果大家打開FIFA 就是球王 普斯卡斯 那些當然就是 什麼FIFA 不知道什麼 白卡 那些球星卡 那些 大家都沒有什麼看過 我想其實 說實際一點 大家最有印象的 應該是 瑞庫門將 基拉利 還有以前 英超 踢過什麼西部浪 富含什麼 謝拉 對了 這個 今時今日 仍然是匈牙利國家隊 不過是做助教 就是掛了虛 掛了虛 掛了虛 入了球會打關斗 就算是瑞庫門將 都掛了虛 對 上屆大家還看到瑞庫門將 但是瑞庫門將 是去年才掛虛 對 甚至老牌中場 如果大家有看過德甲 哈佛帕琳以前 有一個達大爾 都是匈牙利 其實這樣說 匈牙利 從來在歐洲的水平 近二三十年 都應該是二線尾三線頭 最厲害的球員 都是去德甲賺吃 都是地緣關係 其實 和波蘭差不多 就算他去德甲 都是去德甲的中油 甚至中下油球隊 是呀 絕對是呀 我們都沒有怎樣聽過 剛才說過達大爾 其實達大爾是哈佛帕琳的 基拉利 之前都是水晶宮 所以就不是特別強的球隊 匈牙利也不是什麼 成產球星的國家 或者很強的球會 也都沒有什麼 所以其實大家對匈牙利的認識 都不是很深 不過這樣說 匈牙利其實 到了今時今日 他能夠打進去Euro 2020的決賽州 其實都不是很值得的 都不是很值得 因為為什麼呢 他這個E組 即是這個外圍賽 分組賽裡面 其實他是不能夠直接出線的 排第幾呢 還要排第四 還要排第四 排第四 是啦 那他憑什麼呀 他憑什麼呀 當然是憑左膠政策 我覺得很沉 不是我們每集都說的 他就憑著這個歐國聯 歐國聯的C組 C聯賽 這個不是歐國聯的 這個是左膠國家輩 真的是左膠國家輩 好啦 那就算了 我們都已經聽到慣了 又是歐國聯出線 又不是排第1的啦 C聯賽裡面 他的確不是排第1 他不是排第1 他就是幸運到爆炸 哈哈哈哈 他那個C聯賽的group2裡面 其實呢 榜首那隊叫芬蘭 是 芬蘭呢 是 居然在意大利那組 竟然拿到直接出線 竟然拿到直接出線 芬蘭第一次參加大賽 哎呀 這對匈牙尼這樣都可以放到 那個C聯賽group2的第2名 是啊 其實他本身是沒有第2名的 去到最後一輪 希臘主場另一輸給愛沙尼亞 跟著匈牙尼2比0 贏了已經直接出線的 還沒直接出線 是贏了芬蘭 跟著最後一周 才從歐國聯的第3 爬上去第2 才能放到那個 如果不是他踢那隊 應該是希臘的了 是啊 沒錯 如果不是他踢那隊是希臘 真的激到爆炸 這些隊 那好吧 歐國聯這樣算 斯聯賽有4隊 你也有過關斬仗 在首回合 3比1就擊敗了寶加利亞 其實寶加利亞近年都沒有什麼人才 都是一個合理的賽果 之後呢 就去到決賽了 斯聯賽決賽 他跟冰島爭 冰島 冰島上年你知道什麼 冰島現在今時今日還有 不少球星 斯古神 就是他先開紀錄 但是很壞不壞 這個冰島 整天都說這些球隊 贏到尾就想縮了 上手了 一個個都是的 不知道為什麼 就不是隊隊都識手的 一拍大拍就出事 結果 匈牙利 就是憑著88分鐘 這個就是尼高 就是攀平1比1 都算了 保時階段 家事都不給你 家事都不給你 這個就是大家 為什麼要聽到這個新聲呢 就是保時階段的時候 就是這個蘇寶斯禮 嘩 你這個就是FMU人 FMU人 真的 真的他也是很奇情 我們等一下說的 嗯 就是憑著他 就是絕殺 這個冰島 92分鐘的時間 就反擊2比1 這樣出線 哈哈 即是激到冰島 即是激到斯古神 那些死死下 古蒙神 那些死死下 大哥 真是你的匈牙利 本身有得踢 已經是奇蹟 然後還要 這樣 保時階段 這樣把上屆的神奇球隊 冰島 老實說世界盃都不是打得差 雖然 是啊 喂 你只是和阿根廷那一場 都已經大發人心了 是啊 真的 追回成1比1 他先進去的 是啊 什麼贏不了 也替他不值 是啊 真的 不過呢 真是不幸運到 結果呢 就在保時階段 就輸了給匈牙利 匈牙利 就這樣 憑著私聯賽的附加賽裡面 就拿到 剩下的四個出線席位 其中一個 所以匈牙利 其實呢 是一隊 不算是實力上 真的很值得 入的球隊 甚至 他分組賽 當時 在E組的排名 是低於 我們上個星期 講的斯洛伐克 所以 實力是怎樣 大家可想而知的 那麼 匈牙利 就是這樣說 雖然 就 球員 不是太出名 不過 他們就有個 意大利籍的教練 是 這個意大利籍教練 就是馬高羅斯 這個其實 就是 之前在德越打軍 因為有很多個馬高羅斯 是啊 德甲 沒有一個教練 這個就不是太出名的 馬高羅斯 因為 為什麼呢 他在執教的生涯初期 都是執教那些 什麼 斯一 斯利亞斯一 就是那些 二丙二丁 那些 沒試過執教二甲的球會 但是呢 他為什麼能夠成為 匈牙利國家隊的教練呢 就是因為 他是2015年 2013年 應該是 去了這個布達佩斯捍衛者 他曾經教過兩段時間 在第二段時間 就是教這個布達佩斯捍衛者 2017年 他當時是一隊神奇球隊 但是呢 就幫助這隊球隊 拿了一個空甲冠軍 布達佩斯捍衛者 大家如果熟悉香港球隊的球迷 就知道 有一個叫華道斯的人 是啊 華道斯就在這隊球隊出來的 哎呀 我以為等下數的時候 我還會問 他可以打個防中位 華道斯 很好 大家都知道 在傑子可以進入空甲 你國家隊 好厲害 踢阿冠的時候 我覺得他厲害 他踢的作用大 科蘭 當然 華道斯超級厲害 大家都知道 他在數球員的時候 數數一下 其實華道斯 這陣子沒有入選 其實我覺得他是有機會的 哈哈 他的實力不是太差 應該還有的 不過 不要緊 就是這個布達佩斯捍衛者 2017年的時候 就是一隊 小小神奇球隊 就是這個馬高羅斯帶領 那麼他怎樣上神台 可以教到匈牙利國家隊呢 他一拿了冠軍之後 立刻辭職 嗯 大家就當他神 哇 這個教練 就是最高位了 最高位 急流涌退 簡直是離開匈牙利的球坦 去了教那些什麽 斯洛伐克聯賽 就是當年斯丹 歐聯三冠王之後 三連冠王之後 是啊 我不玩了 然後是你找我 不是我找你 是啊 結果真的 2018年 匈牙利國家隊 就找了他回來做教練 帶到現在 所以這個教練 就是意大利籍的教練 但是為什麼執教匈牙利的國家隊 就是這個意思 但是他意大利教練 不過也有芝麻功足 就是剛才提過 謝拉 沒錯 大家都有印象 技術型的球員 但是在匈牙利的陣容裡面 好像謝拉這類技術型球員 可能就是剛才你說的 蘇寶斯麗 又快又退得 有些腳法 不過其實匈牙利的預計正選陣容 那些球員 踢的級數 其實跟芬蘭都有得揮 有得揮 都頗嚇人的 哇 好了 事不宜遲 馬上進入匈牙利的預計正選陣容 這個意大利的教練 就喜歡打一個3-5-2的陣式 嗯 我應該從後面 大家熟悉一些 吸引大家 不要關機 這個呢 大家熟悉了 應該是大家熟悉的 是 還不是打老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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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當然大家都猜到 就是奧比萊比斯席的 古拿斯 近兩季被譽為得甲最佳龍門 應該沒有記載 1819球季是得甲最佳龍門 是啊 很厲害 其實我們也有很多盲聯的粉絲 大家在歐聯分組賽都見識過了 這個古拿斯 把關技術一流 雖然早些地中學 不過其實31歲而已 一個就是把關技術相當穩健的門將 現在三個中堅裡面 其中一個就是他的 RB來比斯席 這個隊友 大家又是說 哎呀又說萬聯那場 對不起 就算萬聯那場 你說的名字都知道了 奧班 是啊 就是 我 他一向跟剛才說的蘇利一樣 就是一大塊偏穩健的中堅 我對他近期的印象 最深刻的 真是不好意思 是歐聯對萬聯 最後那場 真的閘了 他是上到去很前的位置 迫到你不敢轉身 身形招開你那些 應該是麥加爾要學習的對象 對 是萬聯費 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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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不敢說 一個大份 但是懂得利用身形的中堅 今年28歲 勇波不一般 勇波他就一般 他沒有麥加爾那麼好 這方面就 大舊的中堅 至於另外的兩個中堅 就比較好一點 首先 就介紹過 亞伯利有機會做潛質身星的 這個就是踢肺倫巴治 艾迪拉沙拉爾 有幾個沙拉爾 對 很多 很多 都是得及的 這個就是艾迪拉沙拉爾 23歲 這個中堅 其實他現在在踢肺倫巴治 其實肺倫巴治 是有不少OK的中堅 不過這個沙拉爾 就是憑著季初出色的表現 到現在就長居 這個肺倫巴治 即是季美 其實他是第二位 正在爭促的榜首 那個比錫達斯 因為加勒塔沙雷 還在肺倫巴治下面 他爭促 現在好像差兩場聯賽 但是只是差兩分而已 就是這個中堅打起的 他今季上陣19場 他入了三球 有些制空能力 1.92的中堅 這個有機會 可能今季給大家留下印象 這個中堅 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 阿迪拉沙拉爾 另外一個中堅 這個就是 剛才說的空甲球會 就來了 我們之前的幾集 經常聽什麼空甲 現在就是自己本土 現在都可以選擇一個 這個就叫做 廢奧娜 廢奧娜 廢奧娜是在看空甲 但是就是現時排行第三位 廢下華 國內的老將 31歲 不過他的國家對經驗 比較豐富 而且他也可以打右閘 也可以打中堅 所以他靈活調動一點 我覺得他就有機會 打三中堅其中一個 都不是好打大哥 暫時 好啊 接著數一下中堅 數一下中堅 先就是防中 防中 你可能比較熟悉 布里斯托城 英冠 英冠 體力型氣代 什麼牙機 對 這個年輕人 體力型 防守中堅 撲球 靠他來做平章 英冠 英冠 中下游 不過應該互給成功 已經踢完了 貴中 布里斯托城 還打算搶升班 這麼糟糕 吃光 射藥下去 不降班 已經算好 但是這個拿基 一直都是在 布里斯托城 長居正算 之前踢過二甲 不過就一般 過了 另外一個中場 好了 這次真的打大佬 我都看了好幾次 這個經常都可以出 這個叫做 奇連希什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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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27歲中堅 他是在踢什麼 他踢黑羅地亞甲組聯賽 但是就不是薩格勒 這部大藍武 就是大家歐巴看不到 他是在踢黑甲暫時的 第二位的球隊 奧西耶克 這個27歲中場 我看了好多次 他出了好多場 經常都是三中場 其中一個 好了 接著 第三個中場 正常是 中目新星 蘇布斯麗 但是蘇布斯麗 自從今季的季初 就出現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上半季他都還在這個 薩爾斯堡 薩爾斯堡 薩爾斯堡紅牛 去到季中 他轉換去RB萊比錫 真的升職 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但是問題是什麼 十二月尾 他幫薩爾斯堡紅牛的時候 是傷了 傷到現在 今時今日 都未為RB萊比錫上陣 過一場球 真的很奇怪 傷到這樣 但是RB萊比錫又買 買回來 然後又明知傷的 都放到不用 那你球會都算了 但是你國家隊 你拿不拿到這些年輕人出來用 但是因為他是什麼 觸目新星 他是潛質新星 但是他也是新星 也是年輕 但是在那隊球 你知道有些人是很年輕 就已經很高級數了 那就出聲 就是他基本上是 整隊的胸牙裡的姜濤 是他的姜濤 但是當姜濤病到 窩到七彩的時候 唉 所有廣告春 就要看姜濤 唉呀 但是 你這人啊 Anson Kong在那裡都不行 一定有姜濤在那裡 唉那不行 姜濤真的病 有時候都要找劉德華 做後備 姜濤怎麼都出來 和不唱歌都要出來 拍照 蘇布斯麗 暫時他上桌 或者入選的機會 真的不甚至 沒有可能整個下半季 這樣相發 到最後能夠踢的話 你馬上算可以入隊 雲迪克都可以這樣說 這條小子蘇布斯麗 他有技術 有速度 打偏左 攻擊中場 或者打左翼 但是我非常之懷疑 究竟是否真的用他 到暫時仍然未為 RV來美錫上陣 一分鐘的比賽 哇 他到現在都沒有傷好 是啊 所以我就幫他找出後備 最近在世界杯外圍賽 他選了另外一個 中場中的球員 這個也是來自RB來比錫 不過現在已經不在RB來比錫 這個球員叫做 索迪卡瑪 這個索迪卡瑪 其實今年只有25歲 但是為什麼大家在RB來比錫 見不到他呢 因為他在RB來比錫的時候 其實他的路有點像蘇布斯麗 先在RB來比錫 當時還在德月 那時候RB來比錫 一直都要簽名請球員 所以就簽他回來 德月打了一下 然後到德格 你不夠班 你不要打了 我借你去德月 另外一隊叫做 FSV法蘭克福 不是那些法蘭克福 不是現在什麼三叉擊 蓮田大地那隊 是當時德月的FSV法蘭克福 好了 踢了一季 人家不要 踢了十多場就不要 然後借他去邦比 邦比單超 又跌了一個級別 去到邦比單超 邦比有時候也要出席一些歐洲賽的外圍賽 好了 踢了他又一季 踢了十三場 不要入球 又不要 慘了 那怎麼辦 人球來的 然後越借越切 借到他現在 斯洛伐克超級聯賽 多魯斯特雷達 這個名字很佳人慘手 好了 人家終於要他 終於買斷了他 但是今年也是二十五歲 但是踢了斯洛伐克聯賽 其實就好看 我想如果蘇寶斯麗出得 這一位的索特蘇馬 應該都沒有了 應該都沒有了 應該是蘇寶斯麗 但是嚴重懷疑他的狀態 所以二選一之下 真的是五五波 真的 如果我上網看這個 蘇寶斯麗 他的受傷 是預計不到何時可以復出 對 所以我要穩定 劉德華給 吃屎 是蘇寶斯麗 32歲 右邊的翼衛 他打了國家隊很久 至於左邊 找了一個本身打前鋒的人 一直串演左翼衛 串演到今時今日 即是越踢越後 越踢越後 前鋒變左翼 左翼變左翼 但是他都是26歲 這一位就是在踢柏迪遜的荷蘭達 其實他在球會 甚至柏迪遜有時候都是放前鋒的 但是國家隊多數是放在左翼衛的位置 他比較特別 左翼衛但是右翼衛 也有突破能力 射門玉很強的 始終是前鋒出身 可能有個弱化版的卡拉斯高 左翼衛但是突破 右翼衛 中場線就是這樣 踢球會也很難搞 前線比較好 前線先講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路蘭沙拉爾 又是沙拉爾 第二個是沙拉爾 路蘭沙拉爾 這是踢佛雷寶 今年23歲 其實他一直都是 佛雷寶近這兩三季都有 冒起的 沒錯 因為佛雷寶都買了一個韓國的 油翼的拳廠分 但是來到其實都不夠他搶的了 都是這個路蘭沙拉爾 佛雷寶很多季都是平排4-4-2這樣打的 他一直都是霸著有中場位 所以他有些突破能力 這一屆在德甲裡面 27場入8球 有三次的助攻 數字算是不錯的了 對匡拿尼國家來說 一個球員在德甲 有這麼多的正選 又有這麼多入球和助攻的數字 真的他應該是正選的了 最後一個 哈哈 第三個沙拉爾 終於始終你還是要用回 這個史奧克04 可分咸的阿當沙拉爾 這個老將 這個老將 今年33歲了 現在正在看面殷屍 大家都清楚 其實這個老將 從來都不是入球很厲害的前鋒 他都是那些 有一點在匈牙利 是球霸的感覺 就是我不喜歡這個教練 我退出國家隊 你沒有選我 下一個回來我又有選 大家都記得 上屆的歐洲國家盃 其實沙拉爾 在那一屆之前 過一個球季的賽事 是打了16場的聯賽 是沒有入球 我沒有記錯過 那一季的賽事 好像是回了匈牙利 夾組聯賽 總之是整個 整季聯賽 沒有入球 沒有入球 但是他在歐洲國家盃 可以入球 不過他 在匈牙利國家隊 老實說 這三十三歲老將 一米九幾的身材 前面停球 得球 等人想擺一個 老將的經驗 希望能保持球 就是這樣 對他就很難 有很大的期望 老實說 這隊是匈牙利 目標都是一分 老實說 這隊是匈牙利 上季他們 突破到分組賽 但是 上季 我們講過 應該是16強出局 好像被德國掃3比0 忘記錯了 不是德國 不是比利時 對比利時掃低了 但是今時今日 你剛才我們講過的 這一班人 連那個 年輕 但是有潛質的身星 都未必出到的時候 還倚賴一班老將 或者是倚賴一班 在一些次級聯賽 都不止次級 第三流聯賽 那些球員去 踢這個國家隊 老實說 相當之困難 那麼 看看 到五月尾 決選那個二十六人名單 的時候 會不會照著選 蘇布斯麗 如果有的話 大家都是當 看看有沒有個新星 看看 如果沒有的話 可能都會看回 亞迪拉薩拉爾 亞迪拉薩拉爾 就是剛才說的 菲林巴治的中堅 希望防守 不要被人大炒 這個也是他們的目標 好了 那麼 匈牙利都搞定了 對 搞定了 打了大哥 剩下了 下一集 最後一集 下一集 就是什麼 就是2016年 決賽翻版 沒錯 決賽的翻版 這個是斯朗 看看四年後 又怎樣 兩隊球的實力 沒錯 斯朗 可能有點咬牙切齒 如果我入 那個電勝入球 就好 被你這樣喊 那一輩子 一輩子都沒威過 就是那一下 對 所以記得看完這集之後 記得Like 和Subscribe 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下一集 當我們出的時候 就會有通知給你 因為下一集 是最重要的一集 決賽翻版 法國和葡萄牙 沒錯 多謝你支持 還有Facebook YouTube Mibia Page Group 連結在下面 自己會做 按吧 多謝你支持 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